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迪讲故事 弟弟 今天是你的生日 做哥哥的我决定给你一个礼物 哦 哥哥 难道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吗 这么多年 你可从来没送过我礼物啊 嘿 你这小子 你到底要不要 不要的话 我可自己拿着了 要要要 哥哥是什么呀 赶紧拿出来给我瞧瞧 天呐 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好好玩的样子 他呀 他的名字可霸气了 他叫王者之刃 可是一样非常非常厉害的武器呢 跟咱们的萝卜水晶差不多 哇 太酷了 太酷了 哥哥 我喜欢 嗯 好期待 好期待 我决定现在就把他打开 王者之刃 王者之刃 这个名字好霸气啊 现在我就把他打开 这就是王者之刃了 它的整体是蓝色和红色的 中间还是镂空的呢 握住拔 threat under this 就能感觉到这个武器的厉害之处了 这三个小飞镖就是王者之刃的炮弹了 它们上面还都印着蜘蛛侠的图片呢 哇 这个蜘蛛侠好酷啊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黄色的炮弹 给它安在王者之刃里面 炮弹已经安装完毕 我们只要握住把柄 运用手腕的巧劲一甩 它就会自己发射出去了 只要瞄准敌人 它就会对敌人造成很大的攻击 天哪 也太厉害了吧 这里还有一个蜘蛛弹 蜘蛛弹里面有什么 找到一个问号啊 现在就把它打开 天哪 原来是迷你小饼干 还有巧克力浆呢 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 看起来就好好吃的样子啊 怎么样啊 弟弟 这个王者之刃你还喜欢吗 喜欢喜欢 喜欢极了 这个我拿出去可拉风多了 我看那些怪兽啊还敢不敢接近我 哈哈 你喜欢就好 哥哥 这里还有个零食没有吃呢 好像是迷你小饼干 你要不要来尝一尝 哇塞 这尝尝也行 天哪 巧克力味道的 太好吃了 是吗 是吗 那我也要吃 真的耶 甜甜的 好好吃 好了 弟弟 咱们这儿玩的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回家吃晚饭了 嗯 不要不要了呀 再玩一会儿呢 再说了还没吃完 咱们就把这个零食当作晚饭吃得了 不行不行 零食虽好吃 却也不能当饭吃啊 我平常是怎么教育你的 你都忘了吗 哎呀 没忘没忘 好的 我知道了 回家 回家 咱们这就回家吃晚饭 乖 这才是听话的好孩子嘛 拿上你的武器 咱们回家了 今天我们宇宙皇帝贝利亚 给我们带来了英雄联盟的玩具 这个玩具 这个玩具 哇 太酷了吧 下面有六种不一样的兵器呢 小朋友们 你们都认识吗 这里还有一个橘色的指尖陀螺 最右边还有一个蜘蛛弹 天呐 这个玩具肯定特别好玩 现在咱们就把它打开 看看里面 这一个是十八般武器里面的刀 这把刀可真的是太帅了 你们仔细看哦 这里是它的龙眼 这里龙身龙头 这里龙须 天呐 这把刀也太酷了吧 刀可是四大名气之一 白兵之帅呢 历史上使用刀的名人可有不少呢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关公 关羽了 它的青龙眼月刀 想必你们都知道吧 这个是我们十八般武器里面的剑 剑是一种兵器 它可是开双刃的 前后左右都是非常非常锋利的 我们这一柄剑 它的剑身比较宽 然后剑柄这里有两个对称的标志 剑它被称为百兵之王 历史上用剑比较出名的有张朝阳 这个也是我们的剑 不过它的样子看起来更加的秀气 它的剑身这里比较修长 剑柄这里多了一个很复杂的标志 看起来好像是个老鹰的形状 它的这边有一个多出来的东西 可能是用来做修饰的吧 四大名气之一 百兵之王 百兵之君 真的是名不虚传呀 这个是十八般武器里面的几 这个字又不好读又不好念呢 它是毛和鸽的合体 它的这里是鸽 头部这里是毛尖 它的最锋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毛的尖部这里了 这个武器想必你们一看就已经猜出来了 它就是十八般武器里面的斧 斧 斧有成斧头 是一种武器或者伐木工具 它现在的样子就是作为一个武器来的 这边短 这边长 这边就是它最锋利的地方了 斧 可是被称为百兵之武的呢 哇 听起来也很厉害的是不是 历史上使用斧头比较出名的有 李逵和程耀金 哇塞 这个是我们的棍 也可以称作棒 它就是一根棍子 中间是光滑的 两边是有摩擦的 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呢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谁是使用棍子的吗 猜对了 文化故事西游记 孙悟空使用的就是如意金箍棒 这个就是它的原型了 这里还有一个指尖陀螺 它是橘色的 有三片叶子 然后是小心形的 看起来也很酷啊 那这个指尖陀螺是怎么玩的呢 我们把它放在手指头上面 啊 食指和拇指加住它 然后 另一只手转这个叶片 它就会自己高速旋转了 还可以更快哦 除此之外 它还有另一种玩法呢 是不是特别神奇呢 它可以在你的手指上高速旋转呢 我们再来一遍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枚奇奇蛋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奇奇蛋打开 天呐 里面是迷你小饼干 下面还有巧克力酱呢 看起来就好吃 这里还有一个小铲子 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小饼干 喂给贝利亚尝一尝 好吃好吃 真呀真好吃 我还要吃 还要吃 都给我报 今天我们罗布奥特曼里面的布鲁 给我们带来了跳跳猪的玩具 哇 这个玩具 里面是我们的小猪佩奇 天呐 好可爱的小猪佩奇呀 那咱们现在就赶紧把它打开 看看里面的东西 我们的粉红猪小妹出来了 它的头身子连手这里都是粉红色的 只有脚这里是黑色的 我们的小猪佩奇好可爱呀 最后还有一个弯弯曲曲的小尾巴呢 它的侧边这里有一个圆形的小按钮 这个按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们拧一下它 看看会发生什么 哇 原来我们的小猪佩奇 只要拧车里的按钮 它就会自己走动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们接下来再让小猪佩奇给我们走一走 天呐 太好玩了吧 我们的小猪佩奇一直在向着这袋饼干前进呢 看来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吃货呢 这个是一个曲奇饼干 是什么口味的呢 经典黄油味的 哇 看这个图片就好好吃啊 现在赶紧打开 天呐 这些饼干竟然还是新型的 哇 也太可爱了吧 闻着都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我们接下来就把饼干鲜味给小猪佩奇尝一颗 黄油味道 我喜欢 我喜欢吃 我们再来喂一颗 给我们的布鲁奥特曼尝一颗 天呐 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的饼干 也太好吃了吧 我们的罗索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是 劲爆飞车的玩具 天呐 这里面的赛车看起来太酷了 这里还有一个车 上面画着小猪巧日呢 这边还有一个奇趣弹 天呐 看着就好好玩 咱们现在就把它打开 这一辆四轮小车子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简单可爱呢 它上面还有漂亮的图案哦 这一面是粉红色的 上面画着的是小猪佩奇 我们的佩奇看起来好可爱呀 它的反面是蓝色的 上面画的是小猪乔治 姐姐佩奇和弟弟乔治 这一辆小车子 小朋友们你们还喜欢吗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双面行驶哦 它可以乔治在上 同样它也可以配骑在上 来开这辆小车子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神奇可爱 你们想不想也拥有一辆 一模一样的小车子呢 这里还有一枚奇趣弹 这枚奇趣弹里面会装的什么东西 咱们赶紧把它打开 哇 原来是迷你小饼干 而且全都做成了小馒头的形状 好想吃啊 它下面还有巧克力酱呢 白巧克力和黑巧克力 看起来就很美味的样子 接下来咱们就把饼干 为给咱们的罗嗦奥特曼尝一尝 好吃 好吃 真呀 真好吃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先玩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哦 拜拜 拜拜